背部的肌群很少练 后背的肌群没有足够能力 仅是休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一个女同胞跟我说 这个位置疼 把身体背过来的时候 就在这个位置上 她说我做家务的过程当中 包脚的擀石 做饭的过程当中 非常的疼 非常的难受 问赵老师怎么去解决 有一个动作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 那也就是说后背的练习 是我们所有人没意识到 我们身体上背部的肌群很少练 我们在低头 我们在支撑后背的肌肉 属于是拉长的一种状态 往往由于它的薄弱 会出现酸胀不舒服的感觉 甚至有些人只能靠在沙发上 或者说躺着那才能缓解 那你的后背的肌群 没有足够能力 仅是休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怎么办呢 把两个手放在这 大拇指要挑起来 眼睛向前看 两个手大拇指向后抬头 你会感觉到肩胛骨 以及你背后的这些地方 就是在这些地方 你都会准确的练到 一 二 三 四 五 就这个动作呢 你可以做个二三十次 你休息个三五分钟 你再做二三十次 你每天坚持做这些动作 你坚持一段之后 你会感谢这个好动作 我会感谢这个好动作 我感谢这个好动作 我感谢这个好动作